武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 欢迎您的掌握 我们稍微往前一步 应该会好 主扩的声音 话筒的声音麻烦 小老师调小一点 调小一点 可以了 好 黄哥爱你了 啊 好 好 大家好 谢谢你们来支持 谢谢 谢谢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你们来支持我们电影大约的东西 谢谢 欢迎欢迎黄哥 欢迎黄哥的影迷 来我们的大军 给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 我知道在大约在东西里饰演的是余峰 买峰 买峰 买峰是吧 买峰吹过 小峰徐徐 今天啊也非常特出 是我们华哥和我们那个大学 第一次应该是两人同事 因为之前都在别的城市 不同的转转 对在武汉就是两位第一次同框了 所以我很紧张 很紧张的点是 因为他比我高是吧 不在意的关系 但是导演也很高 好吗 然后主要是因为他俩流量太高了 也是在虚拟 能量多人没有 不是 我最近比较身体没那么舒服 流的比较稍微多一点 过来已经失望了 我先问一下电影好看吗 好看 这个时候必须要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事情也是发自艰辛的 看笑了都有吗 举手一下 那看哭了你有吗 有 看未来新生病快挂了 笑了有吗 还真有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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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希望大家对于你画中的有感动 导演 这个是不是就是 你想达到的一个答案 从来就不见你的笑话 还好大家有哭 不然以为我们拍了一个喜剧了 对 在哭哭笑笑中 能够体会爱情的真谛 能够感受到生活跟爱情之间 有时候就有一些拉扯 不能够如愿 但我觉得这个电影 还是要让大家看到 对爱情的希望跟真情 是 就像我们电影里面说的 一个好的电影 就是让人怎么样 平平安安的走进来 疯疯疯疯疯疯的走去 不是有疯吗 有疯疯 我们来问华哥和大师疯 对 今天看到他们两个人疯了 那华哥要不听长几句 有点那个电影的感觉 虽然你也去看了这个毛皮儿 全片成片还没有看过 对对对对 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我也想看成片的感觉 但是还是真的 谢谢你们来支持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部很真诚的电影 希望你们会感受到这个电影里面的行为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我们的大薰呢 也来跟我们分享 欢歌 大薰看过重片 没看过 看过他自己配音的片 看过自己配音的片 看过自己配音的片 我也看过我的片 squeezed 对对 standing 对对对对吧 我想说 他答应该在东西冬天了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点暖风 谢谢 哈哈哈哈 今天又是立冬,所以说冬天真的就来了 今天我们全在热搜上面 所以说大家帮我们顶一顶,带着我们的话题 今天会有一百场电影 那我来队了 不要吧,我们都说华哥,如果华哥有微博就好了 再跟大家去 我有微信 不要吧 没事,一会儿把二人拿走到大屏幕上 大家撒一撒 面对面见个群吧 大屏幕上 我还有大重点评也很好用 当然大家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第一批观众 如果身边有很多小伙伴没有办法今天来到现场 或者是很遗憾没有买到票的话 现在我们全 一切买票 是送票吗 可以 可以 OK 我们的这个猫眼啊 等等等等 我们的各大电视各大片带都可以买票 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也交给我们的这么可爱的这些观众 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电影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感性的问题 或者在你身上和我们的主人公有什么样的共鸣或者交集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好不好 好 我看到后边带一次那个小姑娘一直在举手 是吧 不是你前面穿风衣那个 对 就是你就是你 我看你一直举着手 你有什么话想分享的 嗯 看了我们这个电影 你说吧 有话筒吗 有话筒吗 你大声说吧 对 对 是 对 是 就是 对 是 是 对 表扬了 感动到我们 感动到我们 主要还是 你还需要这些吗 好 你接着发型很好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很是我们要表达的 真实的爱情故事 是 谢谢 来 导演你选一个吧 好 你在唱黄子 他打赖我把话筒给你吧 好不好 还好你刚看到我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这部电影呢 最开始就是大月在冬季 听到就是大月这个词 就可能知道 结局并不是那么一定 所以开始的时候 带着一种悲伤的情绪在看 因为从开头的时候 我们大概知道就是 安然肯定是跟云峰结婚了 但是呢 我们中间又有一种期待 他跟那个 这是霍老师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霍老师演的那个角色 跟华哥演的那个戏 他们的角色就是每次像给我们一种希望 然后怎么又错过了 不停的这种希望和遗憾 就是又甜蜜又心酸的这种感情 所以看完之后 其实心情也挺复杂的 然后在这部戏的话 我看完之后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大勋在演 就是大勋在演 0秒的时候 他演那场戏的时候 心情是怎么样 心情就是说 觉得自己也很后悔 把这个 就是自己 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糟糕 把这个地图放过了 如果当初交给华哥 那可能会更好 因为其实中间还是有一些戏被剪掉 其实我们俩还是有一些 稍微争执过的 但是我是觉得我努力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应该把他交给华哥 那样他可能 因为华哥他生命现场 我身体比较好的 刚刚那个小女孩讲得很好 刚刚讲的这些反反复复 或是一些情感的纠结 或者是一风到最后 他很安不幸的 其实在生活里面 在生里面真的是如此 我自己今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突然就通知癌症就过剩 特别唏嘘 那那个时候我刚好正在做后期 就觉得说 这个电影还是 虽然到最后可能齐笑跟小安 她没有真正的在一块 可是我们回到了齐笑跟小安 她点点滴滴的过往 还是觉得那一份真情 是非常可贵的 那余峰跟艾然 有这么多年的夫妻的生活 然后也很幸福的 虽然她过来过世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 生里面值得珍惜的 谢谢 谢谢导演的分享 其实呢我们的 想问一下导演 你们台湾男人都这么能掰吗 太多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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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死了 他们都会去 对 其实我们的电影 确实因为天赋有限 所以说可能需要重现的东西 确实受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们雪曼姐还有一个 我们这部电影的同名小说 大约赛东西 好像里面的人物的 这种冲突故事 会更丰富 是吧 雪曼姐 对 我们今天有带援助来 有带吗 对 给大家看一看 不是看一看 是送给 有送给 先把小说给她 先把小说给她 那大声圈一下吧 所以说雪曼姐 小说你呈现的部分 是不是 是不是 在电影当中 会有一些 这样 我们 先送给刚刚 先别讲 先送给一个 说话 我说话 这样我们一定要 要提出来 就是一定要提出来 还有我们觉得特别不错 哦 我们才会送的 我们才会送给你的 我们华哥和大圈艺人来 好 好 来这个啊 对 你来选一个啊 华哥 我这边选着困的 我不行 大家在这边 靠着半个小时 一半 选着 太阳 这个 谢谢大家 说我 呃 绿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啊 好 那有碗画 画桶交给你 你有什么看完电影 可以分享好不好 来说一说话 都没加过来 我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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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看了那个电影 我觉得你 好可惜啊 什么意思 直到最后 两个人都没在一起 你怎么说呢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到最后很没见面啊 那你可以脑补啊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 当然这个用意 还有我们这个剧本就是有一个空间式的给观众自己的去想象这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到底能不能会最后这个最后做一次这个补助啊 所以我觉得是开放式的 就是全凭你们自己的一些大老的老朋友 我看不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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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真的 那位大师兄抱太子你走了 真的 我看不上你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华哥 之前你们好像说了 在每个剧里面就会带走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那个 在齐校里面你带走了什么 嗯 我觉得是一个好久没碰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爱情故事 就是当初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哇 这两个人的爱情当然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甜蜜的时候非常甜蜜 那遗憾的时候也遗憾 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拍戏就希望呈现最真实的一种延伸的状态 那我们人生中的就是这样 不可能每天都是保佑妹妹 我们会有烦恼 会有一些困惑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一些甜蜜 然后会有点点头出现 我觉得这部戏是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呈现 很真实的一种爱情的一个状态 谢谢 谢谢 来这个收送看 好 来 好 现在第一本 谢谢 这个 雪漫写的同名的小说 好 什么 你朋友 好 他有腿 他怎么不急 我还要了 还要了 他就庞培了 我哥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我想问一下 怎么谁就问了 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我喜欢你 八年的第一次见到你 谢谢 然后我想问一下华哥 这个奇效是怎么能够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他却能够保持初心 还能这样善良吗 善良 善良 就喜欢八年的人 男人都是善良一下 因为我觉得 他这样困他的前期 他想到的还是快乐的记忆 我想这样一个人的话 他的生命中一定是充满着美好 包括他后面那个院子 我希望我以后自己也可以去买 有一个这样的院子 对 他希望和 和一个有爱的人 亲爱的人 哇 这个院子真的不便宜 如果要在那个阳斌山上 有一个这样的院子 是非常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现在也学传媒 我以后一定希望 能够再见到你 然后对您说 谢谢您 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好 谢谢 谢谢 这是我写的信 我送你 谢谢自己 我收到了 谢谢盛起 偶像的榜样的力量 好嘞 来 那大师你来选一个吧 快说话了 快说话 来 哈哈哈 你刚才看电影了吧 你刚才看电影了吧 完了 又举手又想气 要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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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 这样 你把画东给编了 你踏实拍 我想问一下 你是觉得是 余风暖还是宁暖 我觉得余风更暖 余风更暖 余风更暖 你问什么 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他们现在已经读过这次了 有没有什么夸过我们的电影 好 要想拿到数字 拼命的夸 来 好了 你再选一个 你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 别紧张啊 你漂亮啊 那个好衣服 刚才抱着是不是有个话筒 我拍一下 对吧 你给他 那个 我来之前 你把手机给他 让他帮你拍一方说 好吧 我今天来的时候 特地化了妆 特地化了妆 看电影的时候 就一直在憋眼泪 看不出来 我就是害怕化妆 所以都一直没有反护 但是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那这两个男人哪个好呢 哪个好呢 哪个好呢 有时候会不同 或者是你心中那么不选择 我心中的 我看长得掉 我看长得掉 长得很重要 这是一个条件 是什么 我是喜欢大薰这个类型 啊 但是华哥偏好 但他身体不太好 对 要考虑长久 对 这个太长久了 你说说我们电影行吗 电影当中的余峰 电影当中的余峰 真的很感动 因为 就是 我其实也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感情上其实也不特别顺 就是很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像余峰这样的人 然后让我以后的感情能够 感情之路的越走越好 那有一个像启笑这样的人吗 经常 或者你有什么感情上的问题 想让大薰来开导一下 没有 没有 我也确实开导 因为他说他遇到很多问题 没事 你送台本 送台本 谢谢 谢谢 通过这个小说 你找女朋友 通过这个小说 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女朋友 我喜欢了你 我喜欢了你十年了 谁 我喜欢了你十年了 我觉得他妈 那天有个男生跑上台说 马思春我喜欢你十八年了 十八岁了 我从19年一直到现在 从19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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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年到19年到现在 从19年到19年到19年到18年 我从19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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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年 你不要表白了 我们知道你都喜欢 你喜欢 我喜欢 那我们更希望 此时此刻的你们更多的来喜欢我们这些电影 并且感兴趣 介绍着周围的人好不好 好 很好啊 对 还有点时间 还有点时间 还有人活 真的 这里好 先一下我们的 大家看完这部电影跟李琦 先拿链 这里 来 这里了 现场的女生 对 我发现现场的女生 真的好激动 来 现在你先把话课给我 我发现现场有没有情侣 公开演唱会吗 我发现了 情侣公开演唱会吗 你们是情侣是吗 我们给一对情侣好不好 请慢点 你不能乱错 真的吗 我发现了 现场应证 啊 行行行 来来来 听听我们这个情侣 看完我们这部电影 也是情侣啊 为了应证 她说李琦还亲了一部 没有 这是我男朋友 你都不要这样好不好 对啊 对啊 我跟我一起玩哈哥很多年了 然后我当时就是 加上前的时候 我男朋友突然跟我说 说哈哥会来武汉 然后他和华裔之间的 那个 工作人员叫熊 他就说 我给你买好票了 然后说要我来看 所以我很开心 然后其实我看完这个电影 我就是从我个人角度 不仅是感情上有一种迷茫 更多的其实就是 其实他也在这边 我就是九十年代 就是无论是从外地 就是内地的一些地方 然后去北京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迷茫 还有一些当时就是 包括您之前在零几年的时候 也从台北来到内地 然后发展的一些迷茫 其实我 因为我个人的话还是在那个 属于一个为自己的前途 不算很明智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 可以我的感觉 可能更多的就是 我觉得年轻人 如果有自己的梦想 一定要好的去坚持 然后除了是说 自己的感情 都到了什么样的伤害 都一定要是充实自己 然后感谢哪一个 在你生命中的过客 然后让他变 使他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熊君说的特别好 这要抱一下 去噥一花 男朋友有什么想说呢 男朋友有什么想说呢 他还会笑着 呀 男朋友 那边 你能说 对 你能跟我看完这个电影 有什么想说呢 我看完就是 本来就是我们今天 就是我们 台带就是高虎博士嘛 好 在一起四年了 哇,两年 因为当初博士对未来很多发展就很迷茫 有时候会有那种类似的恐惧 但是今天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我感觉到就是有时是只要两人齐心经历 就一起去磨刺 就是不是单方面的一方去认为 另一方面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互相的理解体量 对吧 我觉得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们看得很深 就除了对案情之外看到的 他们的事业的迷茫 就是包括齐笑 包括安然 对吧,我觉得这个很深 而且华哥我觉得他们 现在在这个时代比在那个时代要更幸运 因为在那个时代齐笑跟安然 其实两岸的距离还是很远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一起努力去追求 去追求同学 还有书吗?没书了吧 不要有书 不要有书 真的不要迷茫 好好学习 现在好像博士跟这个年龄也能结婚吧 对吧,博士也能结婚 不耽误结婚 不耽误结婚 努力赚钱买房 我拿不到那琼琼山要买房子 哎呀 就玫瑰辣了 那里有点大了 东湖吧 给琼琼山了 确实时间可能比较的有限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一一的做更多的交流跟互动 然后就拜托大家可以带着我们话题 然后呢 发我们的微博发过后感 然后呢 我们在线上也会有很多的互动活动 所以等待着大家来参与也会有礼物 然后呢 我觉得此时此刻 在现场我觉得用最后主唱还有什么话 想对他 他说导演 我一直觉得年轻人之后有自己的强保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除了给你们很多对生活的爱情的感触之外 我也希望在九十年代的这个时间 正好就是你们爸爸妈妈青春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去重温一下他们的青春跟爱情 好吗 好 好 来 谢谢 就不多说了 希望大家用我们的力量帮我们都说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好吗 好 好 拜托大家了 来 真的谢谢武汉的朋友们 真的你们很多的观音的感受 说出来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 怎么说有信心 然后也很感动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听听 我们的感情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大约的赛中纪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喜欢 渝风 好 谢谢 那最后呢 我们的影城也是准备了我们的这个大麦 祝我们的电影能够取得好的票房成绩 来 尤其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送给我们的主创 谢谢 谢谢 我可以 每人都有 对 每人都有 每人都有 好 对 最后我们所有主创和大家一起拍个大合影吧 好不好 我们背对着大家 好 来 全场的朋友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对 即使我们的那个余光杠 或者是手机的闪光灯 我们打开 好不好 来 对 别打开脸 来 我们一起住我们的电影 大约在冬季票房 好 好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拜托大家 一定帮我们多多发微博带着我们的话题 一定带着我们的话题 今天 这特别重要 对于我们的支持 大家可以提前把我们的电影票买起来了 全某一周已经开始了 没有微博就翻微信了 好 一会儿给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再来两张 再来两张 好 好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主唱